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中国大陆城市经济飞快的发展 餐厅是越做越大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 是天津一家以香辣蟹出名的餐厅 他们有3000平大小的店面 花了上亿新台币来装潢 包厢里面有卡拉OK 麻将桌 应有尽有 真的让我们的记者大开眼界 气派豪华的宽敞空间 每轮美奂的水晶吊灯 这不是建商样品屋 而是天津最豪华的餐厅之一 3000平大小的店面 花了上亿台币装潢 在这边最大的包厢有40平大小 一个晚上最低消费是8000块人民币 也就是相当于台币4万多元 不过在这里不只是可以吃到美食 各项娱乐设施也是一流尽有 不要有我是在KTV唱歌 其实这间包厢里 就算是台语天后江慧的台语歌 也点得到 不爱唱歌可以试试手气 哇 在这间包厢里 还有私人的娱乐房 甚至连自动麻将机都有 绝对是让你大开眼界 不仅娱乐设备让人大开眼界 老板耗资300万元 马来珍贵的北京奥运纪念符 以青铜兵器为原型 重新设计了高科技符 每个符面都相录一个白色方形LED发光面 表演相当精彩 马来的符能带来好运 奥运符当时是我们奥运会开幕式上最有亮点的 除了画卷之外最有亮点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里面这个符代表着一层意义 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代表着给远方的客人代表着吉祥幸运 这里不止装潢有看头 菜色更是集合川菜 粤菜 杭州菜等等 其中最招牌的菜就是改良自川菜的香辣蟹 这里就像是一个小型的鱼市场 各种鱼虾蟹通通都有将近四十多种 像我手上这个肉蟹甚至比我脸还要大 师傅为什么要挑这个肉蟹来做呢 这是从南方空运过来的淡水肉蟹 因为它肉质比较厚比较甜 它就适合做那个香辣的 就做香辣蟹 新鲜的肉蟹处理过后 直接放进油锅里炸 锁住水分 先炸 我们炸的同时 把它控制油温在200度左右 然后把那个表面水分里面抽干 火候就很浓 火候肯定是激活蒙草 穿上金黄盔甲的大肉蟹 最后大火快炒 让香气十足的四川辣椒味 全都浸到螃蟹里 大大的蟹熬 蟹肉鲜甜 螃蟹的鲜搭配辣椒的香超开胃 让人一吃上瘾 一般的我们喜欢吃微辣 正好呢 它把这改良以后呢 香辣蟹虽然源于可能四川里面 但是到了天津以后呢 按照天津的口味再稍微调整一下 入香随俗嘛 反倒有点特色 很新鲜啊 另外一道招牌菜是粤菜中的经典海黄豆腐 特选广东咸蛋黄颜色呈现鲜艳的亮橘色 因为广东的气候气温生长那个鸭蛋 做成咸蛋黄是比较有颜色 我们的颜色就是才是这种方式 白嫩嫩的豆腐或者橘色咸蛋黄 颜色漂亮 滑口豆腐有着蛋黄香味相当顺口 就是豆腐很软很绵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蛋黄的口感 然后就又沙又绵在一起 然后又很香 后口很重 就是那种很香的口味 可以在口中留很久的样子 一次用餐时间 可以容纳1500人的餐厅 厨房里却是有条不问 十多个炉灶 二三十位师傅各司其职 高到的经典菜都做得到底 像是苏杭名菜东坡肉 淋上酱汁切开方形五花皱 备受比例刚刚好相当诱人 费而不逆是吧 而且这个层次看着也非常清楚 到口感也非常松软 也非常香 而油到不大 这应该是冬膜肉最大的特点 不能错过的 还有这一尾超过八公斤的千岛胡鱼 完全没有淡水鱼的腥味 细致的鱼肉顺口 搭配上稀饱酱汁的金饼 别具风味 在这里点餐相当进步 就像在KTV点歌一样 不用菜单 只要透过电脑萤幕 想吃什么菜菜色的介绍 全都在上头 耗资台币200万设计的电脑菜单 就像在点歌 近百种菜色价钱介绍 一目了然 有机会到天津 一定要拜访这家 结合科技美食娱乐的餐厅 体验天津新型的餐饮文化 什么都在上来 High School 我们下期待